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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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左手边的是刑事总部行动警司黄逸龙 最左手边的是重案组总督察许诺 而在右边第二位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传染病署首席医生欧嘉荣医生 最右手边的是警察临床心理学家胡展鹏 他们首先会做开场发言 然后才会回答记者问题 首先有请Madam钟 好 谢谢 好 谢谢 各位传媒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由东九龙总部刑事部举行的记者会 主要是总结在过去一个月 我们警方全港打击电话骗案的行动成果 而我们的发布会今天分为三部分 首先会由警方交代电话骗案的趋势 我们今次的行动成果 以及骗徒的犯案的手法 而第二部分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卫生署 卫生防护中心 传染病署 首席医生 欧嘉荣医生 是为大家就着有关电话骗案作出一些呼吁 而最后的部分 会由我们警察临床心理学家胡展鹏先生 是否释一些骗徒他们的技巧 以及受害人的心理状况 好了 大家都知道电话骗案 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跨境 或者是跨国的骗案的罪案 而这类骗案是可以导致巨额的损失 而在香港在今年的1月至7月的期间 警方是接报956宗的电话骗案 而比去年的同期是上升了六成的 而所涉及的骗款是高达4亿7千万 而在电话骗案之中 是以假冒衛生署的骗案的声幅是非常显著的 亦都因为骗徒 他会借助这个疫情 是真的得到市民的信心 而用不同的借口 是向市民作出诈骗的 而这些情况 我们是警方非常之担心的 有见及指我们东九龙总区刑事部 联同财富情报及调查科 商聚科 以及各大的警区 在今年的8月21日至9月18日期间 是进行一个全港大规模的打击电话诈骗的行动 而我们的代号是名为公案行动 我们务求以最大的力度去研打这些电话骗案的犯罪活动 我们过去一连串的行动里面 警方一共是拘捕173人 包括是127男 46女 而年龄间是介乎13至72岁的 他们包括是一些银行户口的持有人 或者是冒充特务的身份 以及一些爪换店的东主 而部分人士是会有黑社会的背景 而他们分别是涉嫌以欺骗手段 取得财产、村谋诈骗 以及洗黑钱的罪名而被捕的 在整个行动里面 我们一共是蒸破了386宗的电话骗案 当中是包括295宗涉及假冒官员 以及91宗猜猜我是谁的行骗手法 而我们成功冻结了合共港币2300万的犯罪得益 而在行动中我们手获大量与我相关的行动文件 提款卡、手提电话以及电脑等等 警方亦都就着在头7个月的电话骗案 我们进行一些分析 亦都得识骗徒他们犯罪的趋势以及运作 而有以下几点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首先我会讲是境外的诈骗电话 根据我们警方最新的数字 直至到今年的7月 由境外打入的诈骗电话 即是加852字头的来电显示 已经是占整体的电话骗案六成 而涉及这种手法的案件 我们看到是有持续上升的趋势 而情况是越见严重的 而近期我们发觉更加是有骗徒 是假冒衛生署的电话 而向市民行骗的 就着境外诈骗的电话 我们警方不时都会和内地 以及海外的执法机构 是进行一些情报交流 以及采取执法的行动 我们的警方也有和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以及本地多间的电讯商 去探讨如何加强这些电话电浪 除此之外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 招援一些成员去处理犯罪得益 我们亦都留意到 这些电话骗案的集团 很多时候会聘用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去洗钱 以及充当我们所说的特务 而在我们调查所得 而其中这个集团的成员 最年轻的只有13岁 他是涉嫌串谋诈骗而被捕的 那有犯罪集团更加是会规准 在疫情之下经济串差 他们会是用一个 找块钱作招来的 他们会招揽一些不同背景 以及阶层的人士 是指使他们亲自去处理一些骗款 去接收这些骗款 或者是出租自己的银行户口 或者是卖了他名下的银行户口 是被这些集团 由这些集团的人去操控 我们所说的快乐户口 是进行洗黑钱的 而最后就是假冒官员的骗案 假冒官员的骗案 是占整体的电话骗案六成 而涉及的骗款是四亿五千万 这个数字是比较惊人的 因为在整体电话骗案的总损失额 是九成有多的 由于大家知道 本港的疫情是持续的 警方也都留意到 在今年的二月开始 我们发觉骗徒是假冒卫生署 甚至是卫生防护中心的职员来电的 他们会讹清市民的确诊 或者是违反了一些防疫的条例 从而是索取市民的个人的资料 包括银行户口号码或者密码 而更加有骗徒是会向这些受害人 是发放一些连结 而趁这个机会 是盗取他们网上 是从银行登入的资料 其实骗徒 求其所好 它很充分掌握市民 是忧心疫情的心理缺口 从而是有骗的受害人 是代入这个骗网 以下来我们邀请欧医生 会就减冒卫生署的骗案 而跟大家去作出呼吁 谢谢郝医生 谢谢Madam 大家好 卫生署在过去多月 我们不时都会接到市民举报 有关怀疑冒充卫生署人员的诈骗来电 内容包括涉及一些个案追踪 隔离或者是一些检疫安排等等 情况近日是日趋严重的 这些罪案其实或多或少 是影响到我们在日常抗疫工作上 市民对于卫生署来电的信任程度 从而对我们的效率 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卫生署都很感谢警方 一直对相关的情况的高度重视 并且是增拨了资源 打击相关的罪行 骗徒假冒卫生署进行诈骗 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方法的主要 第一就是假冒来电显示为 卫生署电话号码的一些预录的语音 进行诈骗 例如先前有市民报清收到来电显示为 加852-2125-2125 或者是加800-2125-2125的电话 冒充卫生署疫苗接种计划查询电话 这个真的是我们疫苗接种计划的查询电话 2125-2125 艺务卫生署职员利用预录的语音来电 额清市民在较早前接种了第一针 或者第二针新冠疫苗 当时登记的个人资料记录有5 所以不能够接种第三针 电话随后就转播去到另一名 假冒内地执法人员的骗徒 意图骗取他的个人资料 包括名字、新闻证、出生日期等等 第二就是骗徒会透过WhatsApp软件 向市民发出一些WhatsApp信息 额清是疫情中心的职员 指出大数据的检查 是知道市民的行程码是疑似的密切接触者 要求市民加骗徒的WhatsApp 以作为核对的用途 第三就是假扮卫生署人员直接的来电 或者电邮 内容也是涉及新冠病毒一些管制物品 邮寄物品等等 骗徒甚至会以卫生署真实查询的电话和地址 试图混合其他虚购人员的名字 以及工作骗号进行一些诈骗 经过查证之后 我们都确认这些来电或者电邮 并非由卫生署的人员发出 卫生署联同警方都呼吁市民提高警觉 并且注意以下的事项 第一就是卫生署主动联络市民 一般会涉及个案的流行病学调查 接触者的追踪工作 或者是第599章 预防及及控制疾病条例的相关执法工作 以及回复一些查询 处方是会提供相关资料以核对双方的身份 我们收集的资料主要是用作上述的用途 我们是绝对不会要求市民提供任何敏感 或者是和财务相关的资料 例如银行户口的资料 信用卡或者是密码 处方也不会以预音讯息指电市民 第二就是如果市民有怀疑 应该是主动的查证 市民是可以指电1823 或者是卫生防护中心的热线 1830111 核实来电号码是否来自卫生署的人员 最后就是市民如果收到怀疑的虚假电话 千万不要提供资料 或者是跟从来电者提出的任何的指示 如果有怀疑 应该是尽快向警方举报 或者是致电警方防骗2 热线18222查询和举报 多谢大家 好 以下一个环节 我将会重点分析电骗的犯案手法 警方过去一直都有把防电骗的讯息 透过不同的渠道 透过不同的媒体向市民发放 但我们亦都有留意到 有些市民虽然是收到有关的资讯 但也很不幸是待有一个骗網 其中一个我们观察得到就是这些匪徒 是很适合利用一些叫做社交工程的技巧 他们会在一些社交网络的平台 是获取受害人的资料 例如他们的名称 花名 朋友等等的资料 从而令到他们接触这些受害人的时间 他们的说话是变得可信 好了 当他们获得初步的信任之后 他们会编造一些情景 令到受害人感到紧张 从而在情急之下 将他们的个人资料 包括他的银行资料等等 交给骗徒 从而受骗的 在这一部分 稍后时间 警队临障心理学家胡先生 是会将受害人的心理这方面的资讯 是会讲解给大家听的 手法方面 主要刚才Madam都说了 有两种在1至7月是经常出现的 第一种是假毛官员 在1至7月956宗是有六成 是属于这一类的手法的 当中金额是占整体电片的九成半 假毛官员 篇图会利用假毛来电显示技术 令到他们来电显示看出来 是看似来自一个真实的可信的机构 例如可能是卫生署 过往也有听过 可能是来自一些物流公司等等 好了 当他们受害人收到有关的电话之后 他们会转播至一个录音信箱 继而如果按指示之后 按他们的电话 是有机会转播到一些冒充公司型机构人员去接听 好了 当接听之后 骗徒会讹清受害人干犯了一些很严重的罪行 例如是洗黑钱 或者是在内地干犯一些商业的罪案 为了令到他们相信 有时他们会做一些假的拘捕令等等 令到故事更加可信 为了以示清白 很多受害人在情急之下 他们会将自己的金钱转账至匪徒 指定一些户口 又或者他们会被骗去进行一些连结 是在连结之下 是将他们个人的资料 银行资料等等 是交给彼途 从而受到损失的 而今年 最大金额的一宗电话骗案 亦都是属于这一类案件的手法 当中涉及到的损失是达到6500万 第二类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叉叉我时髓 这一类大部分的受害人都是老有记 比较年长的长者 首先他们会令到他们的说话技巧 令到受害人信以为他们的来电者 是恨恨他们的亲朋戚友 放下戒心 亦都利用长者对后辈的关怀 令到他们紧张 往往是很多时候会用一些借口 例如说被拘捕 需要保释金等等 从而令到受害人被骗 打击这方面的罪案固然是我们警察的天职 另一方面 我亦都希望作出这个呼吁 过往亦都有一些很好的案例 市民的合作 和各业界的支持 对于打击这类罪案 是有十分之有用的匹益 当中其中一宗案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 今年7月 在将军奥有一名81岁的婆婆 她也是听到 收到所谓孙子的电话 说因为一宗打斗 是需要7万元的保释金 婆婆收到这个电话 非常之紧张 立即提款 按指示 上了一辆的士 正当前往落庫的时间 因为婆婆 对落庫的地方不是太熟悉 所以把电话交给的士司机 这个的士司机非常之激净 听到 看到的情况 都私以婆婆仇骗 立即叫婆婆 你不如打回她的孙子吧 证实了之后 孙子安全之后 幸好这个婆婆 是没有受到另一个损失的 另一宗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亦都是一宗好人好事 银行业界的朋友也很帮到手 一名57岁女士 在将军路收到一些冒充假无官员的电话 最终她在汇款的时间 被银行职业立即提醒 揭破这宗假无官员的案件 当中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将损失减至最低 好 谢谢王Sir 其实过往一段时间 市民都习惯了留家抗疫 其实骗徒都是抠尽这个机会 利用电话和互联网这些途径 去进行不同类型的诈骗 在今年头7个月的电话骗案中 受害人的年龄是由12岁到94岁 而30岁或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士 是占大多数 首先说回骗案的两种手法 在假无官员的电骗案件中 30岁或以下的受害人是占百分之五十一 而当中三分之二是学生 而在猜猜我是谁的案件中 60岁以上的受害人是占百分之五十四的 可见任何年龄层和任何背景的人 只要你会用电话 都会有机会成为电话骗案的受害人 刚才Madam也有提及过 这些诈骗集团 其实是以赚快钱 作招来去诱骗人去从事一些犯罪活动 而当中更加是牵涉一些年纪很小的人 警方重申 电话骗案是严重罪行 而年少无知也不是一个借口 过去是有不少成功检控的案例的 任何人如果协助诈骗集团 收受骗款或者牵涉于违法行为 是有机会干犯盗窃罪条例 第210章第16A的欺诈罪 最高可判处监禁14年 如果被控同一条例的第17条 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 最高可判处监10年 而针对法律户口的持有人 洗黑钱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任何人如果因为处理诈骗的得益 而被控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 第455章第25条 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 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 最高可判处监14年 和罚款500万港元 大家千万不要以身事法 警方也留意到电话骗案 不单只是一个罪案那么简单 骗徒是很懂得利用受害人的心理去犯案 我们现在会播放一名电骗受害人的访问片段 然后警察临床心理学家胡展鹏先生 会否释受害人心理和犯罪心理学 在今年7月初 我接到个自称华卫生署的职员电话 他说我是违反了防疫条例 跟他说我没有做过的 对方就说可以帮我澄清我 证明我清白 他打来的时候 他可以说出我的全名 新闻证 全部资料都適合的 所以那一刻我没有想过是倒架 电话即刻接驳到广东市公安局 说我是窃缘一宗内地的行遍案 我就开始紧张 接着对方打来跟我视障通说 是一个着着公安制服的人 拿着一张通緝令 有我的名称我去犯法 公安说我是案件的嫌疑人 不可以跟任何人说这件事 要保密 因为会影响调查的 对方就说可以帮我做资产審查去澄清 所以就叫我提供自己的银行 付口号码和密码 他查完之后 就可以证明我是无辜的 所以我就给了自己银行的资料 几天之后 我去银行问付口的情况 就发现付口的钱被人转走了 银行的职员提醒我 可能被人骗 之后就去报警了 各位全民朋友 刚才我们也看了受害人梁小姐的个案 其实大家都可能会发现 其实骗徒是很懂得掌握受害人的心理 其实就像足企一样 不过受害人的每一步棋 骗徒都可以很轻易顾到 所以我们是绝对不应该 跟骗徒去展开任何的对话 否则我们很容易就可能会 落到他们的陷阱那里 骗徒可能会用以下的一些心理战术 去欺骗或者恐吓受害人 我想强调其实骗徒 跟我们在打的是心理战 其实策略包括可能建立权威 authority 要求保密 定时报道 他们希望在受害人的心目中 建立一个有可信性 威嚇性的形象 从而令到他们害怕 还有恐惧的感觉 他们要孤立受害人 令他们不可以和其他人联络 目的就是防止他们可以拿到第三方的资料 他们会令到受害人的感觉长期被监视 目的是增加他们心理的负担 骗徒也会同时强调事件有严重性 迫切性 帮他们洗白机会可能一顺即逝 他们会利用了心理学一些 叫做principle of urgency 去向受害人步步进逼 得寸尽尺 利用了foot in the door 这个技术 令他们甚至没有时间考虑 担心会错失机会 fear of missing out 骗徒也可能会偽装 关心受害人 令他们感觉被关心 甚至有被爱的感觉 其实很多受害人都跟我们说 当时他们真心相信 那个骗徒是真是 唯一的一个可以帮他们的人 我们有时会发现 受害人很多时都会有一些 非理性的行为 在受骗的期间 就好像半梦半醒那样 原因就是因为骗徒 用了以上的心理的手法 去令受害人信服 产生了一些 在我们心理学里面 在受害人那里 就会有些叫做confirmation bias 確認偏见 于是乎受害人 就只是会选择性去尋找一些证据 去支持证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相反他们就会完全否定了 或者忽略了其他身边的人朋友 给他们的意见或者警告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为 电话骗案是不关自己的 因为自己可能有见识 有学识 是聪明人 所以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 但根据我们以往 接触受害人的经验 和我们的原告都所显示 其实受害人一点都不是愚蠢的 甚至有些是受过高等教育 在公司都是身居要值 我们发现他们为什么会被人骗的原因 最大的就是因为 其实虽然他们都可能在不同渠道 是接收过一些防骗的资讯 但因为他们觉得不关自己的事 所以就过分有自信 掉以轻心 所以其实你和我都有可能 成为一个电话骗案的受害者 因此其实我们无时无刻都要提高警觉 虽然我们经常都说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 又或者是 甚至他们的手法都可能与时并进 但其实骗徒的心态 真的可能是十元于一日 都是有一伙不变的心 就是不怕你精 不怕你呆 最怕你不来 所以其实只要我们不听这些电话 他们就不会有机可乘 最后对于受害人来说 除了在金钱上的重大损失之外 他们同时都会出现了很多负面的情绪 以及精神心理的问题 他们可能会自责 不敢跟身边的人说 会疏怨身边的人 孤立自己 最后可能看不开的话 就可能会走上不归路 选择自杀 所以我们真的在这里呼吁大家 如果身边有家人朋友 不幸成为了受害者的话 除了要即时报警之外 我们应该对他们提供多些支持 量解 和他们一起走过这个难关 积极面对 有需要的话 就寻求诸业人士的协助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谢谢缓此盘心理学家 为我们大家去剖析 所谓的心理战 好了 其实 总结来说 电话骗案 是属于一个有组织跨境的罪案 警方除了在情报 调查 执法 上面加大力度之外 其实我们会采取一些策略性的宣传 和教育的工作 以及我们会和不同的持份者 共同打击这些电话骗案 而編徒的手法 层出不窮 刚才也跟大家说过 教育内地官员 卫生署的职员 甚至是执法人员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即使如果有一些陌生人 真的打电话给你 而他能够说出你的个人资料 又或者他会传送一些 再有你的相片的法律文件 大家记得 不代表这些是真正的执法人员 或者是政府官员 因为編徒是可以利用一些 不法的途径去取得你的资料 又或者是去偽造一些相关的文件 而刚才也都交代过 就是真正的执法人员 或者是政府官员 绝对是不会透过电话 是向市民去索取一些个人的资料 包括刚才所说的银行的资料 就是密码 也都不会要求市民 将钱存入其他银行户口 所谓的快速资产審查 好了 市民如果真的接到一些可疑的电话 正如刚才专家所说的 立即挂断电话 然后记住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任何你的个人资料 以及在最快的时间 向有关的机构去查询来电者的真正身份 最后防疫和防骗同样都是重要 大家要提高警戒 也都要保护自己 也都要提醒你身边的亲人 如果是有怀疑 所以向警方举报 大家记住 就是旁边二的热线 18222 今天我们的记者会 就到现时为止 大家有什么问题 请有意发问的记者先举手 拿到麦克风之后 讲一讲你代表的传媒机构 然后发问的 每次最多都可以问三个问题 第二行 最左边 五位你们好 TVB 首先就是想请教一下 其实刚才也有提到 如果这些受害人他们进入一些连结 就可能会自己给了一些个人资料 一些骗徒 但是如果在他们未进入连结的情况下 其实这些骗徒是如何拿到他们的个人资料呢 所以说骗徒掌握他们个人资料 的个人资料是哪一些 即是抢名 电话之外 其实会不会一些银行资料 或身份证号码 其实本身都有方法可以拿得到呢 第二样东西就是想了解 因为看到其实私隐资源公署 其实今年九月中都已经设立了个个人资料 防骗的热线 其实警方在这方面 有没有和相关的部门合作 知不知道这个热线其实到现在为止 收到多少宗的求助呢 麻烦 首先回应第一个问题 就是责人如何取得市民的资料 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 我们相信那些人是透过一些不法的手段的 有些时候可能是一些 新闻可能都会有公布的 可能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资料 洩漏的情况等等之如此类 一些非法的手段是可以获得到市民的个人资料的 这个我们初步调查显示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初步调查显示 涉及个人资料 可能包括姓名 或者比较敏感的 可以识别到你的身份 可能身份证等等的资料都有可能的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其实我们跟不同的持份者 都会有保持密切的联络 至于你说热线的成效 其实这方面我没有手头的资料 最后排是深色的三位男士 各位你好 香港01 几个问题 首先想问一下欧医生 刚才提到骗图会用一些加852 后面是一些真正的电话号码的数字 打给受害者 想问一下欧医生 其实是否可以理解为有加852 基本上已经是假的来电 可否藉此机会 跟市民说清楚 究竟卫生署是什么情况下 才会打电话给市民 让市民知道 如果不是这些情况 都可以不接听或者拒绝了他 第二个问题 想问警方 刚才提到行动中 拘捕了一个13岁的年轻人 想问清楚 会不会是近年来 涉及假冒官员最年轻的被捕人士 其实他是违反了些什么 我们近年都见很多人都说 自称自己被骗了去做特务 其实这个是否一个可以做免罪的藉口呢 最后一个问题是想问心理学家 刚才提到很多受害人都读过书 但如果自己没有犯罪 其实自己是知道的 为什么他们没有犯罪 都会代入这些骗局呢 麻烦 或者我第一个问题邀请医生去作答 然后我会说回13岁的被拘捕人士 而最后有请心理专家回答第三个问题 麻烦 医生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电话 我们都发觉有一些骗案 市民收到的电话 来电显示 跟我们在网上公布的一些热线电话 号码是一样的 但是电话号码前面会有加852 我们跟警方了解 应该这些大多数都是海外打进来的电话 应该是一些骗案 这可能看看Madam有没有补充 一般来说 卫生防护中心 我们主动联络市民 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就是做一个跟个案调查 或者接触者追踪工作相关的 我们会打给一些个案 向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 还有可能有机会做一些流行病学调查 拿他们的安心出行 或者是看看他们有没有密切接触者 但是这些一般来说 我们打给那个个案 他本身他自己都会知道自己是确诊的 因为他做了个核酸检测 或者他自己是上网情报了 所以如果市民是收到我们 收到华尔是有自称是卫生署的人员 打给你说你是一个密切接触者 或者一个个案 而你本身根本是没有做过检测的话 我相信这些很大机会是一些骗案 第二就是有机会我们都会联络市民 告诉他们可能他们成为密切接触者 但是如果是密切接触者的话 我们一定会问市民 或者告诉他们 确认一下他是否和某一个人 一个真实的人有性命的 曾经接触过和何时接触 如果来电者是说不到这些资料的时候 纯粹说你是被界定为一个密切接触者 相信这些也是很大机会是一些骗案 另一种的情况 就是可能跟个案调查不相关的 就是我们可能做一些和执法工作相关的工作 比如有市民是被列为需要做强制检测的 而我们发觉他是没有做到的 那我们可能会打电话提示他 但是这些情况 就是市民都会知道 自己是收到我们的讯息的时候 知道自己是为什么会有卫生署的人员打来 如果市民有任何怀疑的时候 无论任何的情况 一定是不要向来电者提供资料 因为我们打给他的时候 如果一个市民他对我们的身份有怀疑 我们都会建议 我们不会强迫他给资料我们 还有我们会建议他打回1823 或者是我们卫生防护中心的热线 查询究竟这个来电的号码 是否真的卫生署的电话号码 那就是 谢谢奥医生 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行动中 被拘捕了一名13岁的男孩 其实这个个案 涉及一个我们所说的 《猜猜我是谁》的电话骗案 而一位老人家 他收到电话 就是说声称就是这个老人家的儿子 然后就是因为儿子被拘捕了 就牵涉一宗的打斗案件 就需要保释金的 而这个老人家就被骗了 但是他都很精明 因为他真的打电话 问一下自己儿子有没有事 而揭发了而即时报案 而我们警方就在江州的地方埋伏 而拘捕了一名13岁的男士 他只是在读中学 而根据我们这些中案件的调查 他说他都是一些朋友 去招揽他出来 去收取这些骗款 而每一次 其实他是获得1500至3000元的回报 是作为收取这个集团去清洗黑钱 至于是否一个免罪的借口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对于案件 我们会有很仔细的调查 亦都需要时 我们需要拿律政司的指示 而是否就是说我不知道 其实在调查过程 可能这些帮我们洗黑钱的人 已经是有他自己的knowledge 知道他在做的事是犯法的 首先补充一下 刚才医生说的问题 如果大家记得 在2015年的8月 亦都规定电讯商 有关于境外的电话打来 是加了个加的号码 为了令市民识别到 一些境外打来的电话 而是不会容易受骗的 好 现在时间我交给余先生 谢谢Madam 刚才其实全朋友都说得很对 明明我们都没有犯案的 没有事的 为什么会担心的呢 我相信是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骗徒他们真的可以 从一些不同的渠道 拿到受害人的一些资料 比如相片 可能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资料 他弄了一些看上去都很似的公务文件 可能拘捕令 诸如此类 第一 其实这个正正都是 刚才我所说的 骗徒是用了他们那种叫做 是用了一些威性的 去恐吓或者去欺诈这些受害人 第二个最大的原因 我们相信就是 很多时候受害人 因为他其实不是很熟悉 可能在说国内 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司法制度 会不会担心 会不会可能可以跨警执法 诸如此类 于是乎 令到受害人 立即会有一些害怕的感觉 于是乎 很多时候 刚才就是说 当那个骗徒 如果强调有迫切性 严重性 令到受害人害怕的时候 他们很可能 当时的人就会乱了 就会作出一些可能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就立即就可能会相信 这个骗徒都未定 下一个提问 下一个提问 后排中间 白色三个男士 你好明报 三个问题 首先想问一下欧医生 刚刚你都说 卫生署都接收了不少的举报 想问有没有 相关的数字可以提供 还有他们是哪些类型 还有最后卫生署怎么处理 还有都想问一下 见到近期有很多电话 都是说 可能当时人是违反了 防疫条例 其实正常程序之下 卫生署会不会这样做呢 另外 就想问一下 Madam中的 你刚刚所说 那个高案行动 拉了这么多人入面 有没有说 就是单一最大宗的案件是怎样 还有有没有涉及到 一些集团式 或者跨境的运作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详情 最后就想问王sir 你刚刚有说到 那宗是今年6500万的 这宗个案 跟高案行动有没有关系 还有我都和我们分享一下 案件的内容 谢谢 或者我请欧医生答了第一条问题 接着由王sir去说 最大宗的案件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问题 第一就是这些骗案的数字 我手上就没有 但当我们知道有这些个案的时候 其实很多都是相类似的东西 我们就会转交给警方同事 去跟进 一般来说 在我们日常主动去接触市民 跟执法有关的情况 一般都是跟第599章 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相关的执法工作 这些可能是有机会是跟强制检测 或者是隔离令 另外就是检疫令相关的执法工作 一般来说 我们主动接触市民 我们都是有理由 怀疑市民是有机会违反了相关的法例 但我们都会做一些调查工作 在我们指电市民的时候 一定是会 首先我们会 大家是 核实双方的身份 包括要让市民 确认了我们是卫生署的人员 第二就是 我们都要确认了 如果我们指电那位人士 是真正我们想找那位人士 一般都会可能 利用一些电话 或者身份证号码 去互相确认 如果市民是对我们的身份 有怀疑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 建议市民 首先核实了我们的身份 包括就是 可能打热线 查询 究竟这个电话 是不是来自卫生署的 第二就是 我们都会主动 告诉市民 每一位职员都会 提出他的职位 和姓名 所以市民也可以 透过这个方法 可以核实得到 一般来说 如果和执法相关的电话 我们打给市民 其实市民都会 自己都会知道 自己是 为什么有卫生署人员打来的 譬如他 以先前被列为 需要做强制检测 或者他已经收到隔离令 检疫令 或者譬如有些个案 他本身是个案 我们有时候找他 就是可能他 先前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有些执法行动 譬如他的安心出行 是红马 他进入了一些指定处所 我们都会打电话 问他了解 或者有时候他戴了手带 他出了街的时候 我们接收到这些讯息的话 我们都会联络回 为什么他会离开家 所以市民一定是知道 自己为什么有卫生署人员找他 如果市民根本是 自己又不是确诊者 又没有接受近浙检测 而无端端有卫生署的人员 打来和你们说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 要确保 会不会是一些诈骗电话 如果有任何怀疑 一定要首先联络警方 回应明报这位记者朋友的问题 其实相关的问题和 是一样的 今年1至7月最大宗的电话片案 就是所提及的6500万电话片案 我简单说 今年4月3日 一名40岁的女士 指在去年2021年6月 收到一名自称中联办的电话片图来电 我说它涉及到一宗 跟一些发布假新冠疫苗的资料案件有关 然后呢 骗徒就叫他登入一个 就是所谓 中国人民检察院的网址 要求他入一些银行资料 以示清白 这宗案件都维持了一段时间 去到2021年的6月至8月期间 受害人就透过骗徒提供的电话 就跟骗徒一直继续联络 好了 好像刚才那样说 像胡心理学家所说 因为很权威 叫他什么时候都要报告行蹤等等 不如有诈 最后一次期间 他也继续用另一个藉口 去牵涉到一些商业的罪案 然后呢 在2021年 即是去年的6月 至今年的3月期间 总共差不多10个月 受害人总共转仲了 刚才说的是6500万 去入到那些指定的户口 当中最后 他家人发觉了 为什么那些家的钱 会不见得这么快 从而发现了这宗案件 然后报案 这宗案件的罪数是这么多 谢谢 没错 这宗案件也是公安行动的 其中一个我们成功 拉到人的一宗案件 案中我们拉到一些户口的持有人 下一个提问 左边第二行 这位女士 在网站前 有些问题 首先是 为了一些市场 为了有则的一放股 会有则的则 创业 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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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hat are the cases about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ill the CHP usually contact members of the public by phone directly and also how can people verify if the call is from the CHP and a final question for Mr. Wu How did the scammers make use of victims' mentality to perform fraudulent acts and how are these victims affected by the scams psychologically? Thank you Okay, we observed the trend, rising trend involving the P-TEX of using CHP I think it is mainly because of the psychological reason people may think they really get involved in matters in relation to COVID so they will think about the story presented by the fraudulent truth so using this, they will psychologically accept what the fraudulent said so this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rising trend Alright And Fig wise, I will let Nicole to tell you more Sorry, for the question on On the investigation by CHP I do not have the exact number of reports received but in general whenever we receive any suspected fraudulent calls receiv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we will refer to the police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also some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in general, the CHP will call the general public in relation to two main issues first of all is case investigation we might contact the general public if they are confirmed cases or they are suspected to be close contact we will contact them to obtain further information for our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s well as contact tracing but in general in general when we contact the general public we will identify ourselves we will let them know our rank and also the name of the staff and also if the general public has any suspicions on our identity we will refer them to call the government hotline 1823 or the hotline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o check whether the incoming calls are really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 will not force the general public to give us information if they have any suspicion on our identity and secondly we might also contact the general public related to some enforcement or compliance checking related to the cap 59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 ordinance for example compulsory testing and also some for some incoming travelers they need to comply with this compulsory testing so if we find that they have not done any testing we might call them to remind them of the legal requirements so these are the general situations that we might contact the general public for the founderland calls as far as we understand there are three main categories first of all is that some citizens they may receive an incoming calls showing that the number is from the is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r Center for Health Protection's hotline number for example 2125 2125 2125 but however in this incoming calls there is a previous plus 5 sorry 852 so this is abnormal because we will not use our hotline to dial to the public to ask them for information we will use other phone number so these are one of the category of foundland calls and secondly some citizen my receive apps whatsapp whatsapp message from from the so-called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sk them to verify their information or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lastly some citizen they may they might receive telephone call or email it's claiming that they might have processing some illegal products or related to COVI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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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issues and they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the personal details to us so these are the main categories of foundland calls and i would like to remind the general public that whenever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calls the general public we will usually collect information related to our investigations and also contact tracing and we will never ask the general public to provide any sensitive o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finance or ban accounts credit card numbers or any password so whenever they receive any request for such information these these calls are very likely foudering calls and they need to report to the police for investigation ofcredit card numbers sorry ofcredit card numbers for the question regarding the tactics that would be used by the scammerists they're likely to use some kindof manual tricks although they may not be psychologists per se but they're very good at using the chester 向草辱赫打粉丝 to push the victims to maintain privacy to report timely so that they can maintain an image of trustworthy and intimidating image so that they can be the causing feelings of fear or nervousness from a victim they would also emphasis the importance and the the urgency of the case and that the opportunities of offering help is also very limited so that they are using again as I said before 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 of urgency so that they have they would push and they would use other techniques so that the victims would acknowlish or would agree to make a bigger and bigger commitments as the scammer as a scam goes on and again from the victim side the victim will likely when they are inside the scam they will only choose all those evidence that will support their thinking or their belief as I said they were affected by the confirmation bias from the logical theor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ignore other evidence that provided by the friends or the family and similarly after the scam they will experience fear, nervousness, depressed mood feelings of hopelessness and helplessness and self-blame and very likely because because of that and as a result they may resort to suicid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as I said before in case we have any friends or family members that are suffering from or having to be scammed they should we should offer some help or be supportive so that they can walk through their crisis the last two questions 第二行 深色的三位女士 you're very happy 首先想問 深刻 代表 if the case tie in case in case beal an i 或者骨幹的成員有沒有瓦解到任何犯罪 或者說這些跨境的集團比較難去跟隨 然後也想問歐醫生 因為剛才也有提過 就是因為有很多這些虛假的內容 都影響到衛生行中心的工作 或者信任的程度 都想問是有沒有這麼多的騙案出現 有沒有影響到一些職員工作的時候 或者是致電一些真的想回答的市民的時候 遇到很困難呢? 謝謝 我先回答你的問題 我先回答你的頭兩個問題 那你說為什麼會這麼多的這些案件 針對衛生署會比較多呢? 其實剛才心理專家也說到 其實編蠔是很釋觸受害人的心理 原因想問大家 大家最關注的是什麼? 就是疫情 所以當打電話給這些市民的時候 他一說到某些事情 可能他心裡就覺得 我對疫情很重要 我是不是真的割疹呢? 所以在這些騙案 從2月開始 剛才我所說的 上息風度是比較高的 好了 至於你說 我們有沒有查過犯罪的組織呢? 其實剛才我們也說過了 就是說我們不時都會和內地或者海外的執法機構 在情報上交流 以及去做一些執法的行動 例如我們在今年的3月至5月 我們透過國際刑警 亦都是參與一個叫做first night的行動 而我們香港警方也拘捕了500名人士 謝謝 那我立即交給郝醫生 謝謝你的問題 其實在疫情的防控上 衛生署都知道 其實我們是爭分奪秒的 當我們知道有個案的時候 我們都會盡快爭取時間 聯絡個案 亦都向他們發一個隔離令 以及他們的家居接觸者發一個檢疫令 一般來說 現時我們都有一些網上的平台 是讓市民自己情報他們的資料 就不需要透過電話去交換這些資料 但有時候我們都會有些情況 可能市民做完核酸檢測之後 他們沒有上我們的平台申報 我們是會主動聯絡他們的 因為第一要向他們發出一個隔離令 以及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安排他們入住一些隔離設施 這些都是要很快進行的 所以在我們現時日常的工作上 我們偶爾都會打給市民的時候 市民都會對我們同事的身份 有懷疑的 這是一定會影響我們的效率 因為當市民對我們的身份有懷疑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強硬要叫他們給我們資料 可能我們就會叫他們打了123 我們告訴他們我們的姓名 以及我們的職位 以及我們這個電話是從哪裡打出的 我們在123和我們的熱線 都有一份的存備了這些電話的資料 當市民打了熱線的時候 就可以核實得到 這個來電是真真正正來自衛生署的 然後我們會留下我們的電話 叫他們再主動聯絡我們 但是在這個過程上 都會有一些延誤的 所以如果在社會上 很廣泛有這些罪案發生的時候 以至到市民對於衛生署的來電 是起疑心的時候 這個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工作 最後一個提問 第二排中間白色的三位男士 是AM730的 想問其實衛生署的電話 有些市民未必會收過 其實他打來的時候 他會顯示衛生署你自己真實的電話 還是是隱藏來電 還是怎樣的呢 令市民都知道其實狀況是怎樣 另外想問是否也有WhatsApp 其實衛生署也有用WhatsApp 去聯絡一些 剛才所說的需要聯絡的人士 另外想問警方 其實這次的高岸行動裏面 被捕人裏面有沒有主腦 另外被捕人裏面 其實他們涉案是 對他們的主腦是在本地還是在外地 是不是一些東南亞近期比較關注 關於電騙的國家呢 還有他們如果真的關於這些國家的時候 是不是他們是透過那邊的主腦 去聯絡遙控他們犯案的呢 還有就是被捕的人裏面 有沒有涉及在本地置電的人呢 即是打電話作電騙的人士呢 還有想問警方其實現在用加152這個方式 去分辨電騙電話騙案呢 其實還有沒有效呢 其實現在騙導可能已經隱藏了加152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最後想問衛生署官員的個案 其實1月到現在 其實確實接受衛生署的個案有多少宗 或者我先回答你的問題 然後再交給歐醫生 我們拘捕在今次的行動裏面 有沒有主導或者其他重要的人物呢 其實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在173名的被捕人士之中 包括戶口的持有人 做特務 甚至乎是一些找碗店的東主 那它是不是真正這個集團的首腦呢 其實現在我們還是調查中的 至於你說近來東南亞一些的招募 過去去做工的 和我們現在的早期的那個電話騙案的行動 會不會是有關的呢 其實我們都是調查中 但是暫時來說在我們調查的過程 是沒有任何的資料顯示 是有直接的關係的 那另外你說那些電話是不是香港去打出 那這也是我們調查的一個方向來的 那也不排除可能有一些電話 是在外地境外所打出的 所以你會見到有時的電話 內電顯示是加152 或者是其他的號碼的 至於你說加152在2015年8月實施了這個 那不多不少是令市民有一個警覺性的 那你說騙徒的手法層出不窮 其實除了加152之外 剛才我所說的也有加其他不同地區的號碼 我們也留意到 騙徒會用一些我們所謂的pre-paid SIM卡 近期我留意到有些電話不是加152的 可能是六字頭、九字頭或者其他的字頭號碼 我想大家都可能會收到 那這一方面其實 我想大家知道接下來的新法例 亦都要實名登記 我相信推陳之後 是很有效到處這些電話騙案的 謝謝郝醫生 謝謝Madam 衛生署打出的電話 我們主要都是如果跟新官的個案追蹤 或者跟新官有關 一般都會由個案追蹤辦公室 或者是傳染病處的同事打出的 一定是有來電顯示的 無論是枱頭的電話或者是手提電話 我們亦都為了增加效率 我們有時都會用WhatsApp聯絡這個案 但WhatsApp的電話亦都有一個號碼 當市民有任何懷疑的時候 首先一定要核實這個電話 或者WhatsApp的號碼 是不是衛生署的真正號碼 這個可以打1823或我們的熱線去查詢 稍有懷疑的時候 一定是不可以向來電者提供資料 其實我們一般同事 我們打給市民 一定是會說出我們來電的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會打給你 以及背景是什麼 以及都會向他提供一些資料 所以如果市民無端端收到衛生署的來電 而他是覺得莫名其妙的 譬如說他是一個個案 或者是一個密切接觸者的時候 這些又要再額外小心 今日的記者會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郭醫生 謝謝 謝謝弘先生 謝謝 感谢观看